呦我来啦 关注Easy的大家都知道 Easy平时在笼子上总是喜欢移动不动的 偶尔下地一次也是小心翼翼的 所以我发现Easy下地的时候 通常都会抓紧一切机会去拍它 因为隔着茶姐和笼子 所以呢我就找了个比较刁钻的角度 躺到了地上 躺到了地上之后呢 在这个角度我发现依然拍不太清楚Easy在干什么 不过看Gaby这样子倒是蛮兴奋的 像一只烧鸡 就当我打算爬起来的时候 没想到Easy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就感觉Easy特别紧张 嘴里的木头块不香了 大老远的就从笼子的那边跑了过来 然后说一下 这时候的Easy腿是比较秃的 不过现在没有这样了 因为毛都长出来了嘛 我躺在地上举着手机 就感觉Easy特别的紧张 但又有些兴奋 左晃右晃的越走越近 最后她一轻轻的咬了一下我的手 感觉就像那种 探查我是否还活着 相比之下 Gaby就依然在站杆上愉快地玩耍 完全没有意识到什么 Easy绕了个角度 哎好难拍呀 Gaby呢就是站在站杆上 珍珠站在沙发扶手上 Easy最后绕到我头那里咬了一下我的头发 后来因为我大幅度的动作 Easy发现我并没有事 而且在半个小时之后 肯定能给他们发放心爱的零食 所以Easy就跑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呢